休特的短鼻子 嗨,这是休特 他是一只小象 有漂亮的妈妈和帅气的爸爸 但是休特长得一点都不像爸爸妈妈 他不喜欢自己短短的鼻子和灰灰的皮肤 尤其他的个性非常胆小 每次看到士兵去打仗 休特就非常害怕 休特常常运动 特别喜欢打篮球 但是短短的鼻子 使他每次都抢不到球 同队朋友生气的说 休特,你害我们这队又输了 你的短鼻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下次不跟你一起玩了 休特天晚上好伤心 一晚的时候 休特和朋友一起去森林探险 大家觉得刺激又好玩 但是胆小的休特总忍不住 害怕发抖 朋友大声嘲笑地说 休特你这个胆小鬼 只会不停的哭 下次不跟你一起玩了 休特听完哭得更大声 邻居懒懒找休特一起去摘苹果 懒懒摘了好多苹果 休特很想吃苹果 但是努力生长鼻子还是摘不到苹果 旁边的路人看了哈哈大笑 回到家 休特难过地抱住妈妈说 我讨厌我的短鼻子 什么事都做不好 朋友都嘲笑我 妈妈温柔地抱着安慰她 你的短鼻子很厉害呢 每次妈妈煮饭时 你立刻就能闻到香味 也能正确猜出每一道菜 你的嗅觉非常灵敏哦 妈妈的赞美 让休特不再那么难过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休特也一天一天长大了 他变成强壮的大象 唯一没变的是 鼻子还是短短的 终于来到这一天 他决定鼓起勇气 去当兵保卫国家 接下来的好几个日 休特努力接受胜战 他还学会了射箭 百发百中 军官们都说 休特你好棒 你是我们的神射手 有一天 军官召集了所有士兵 他紧张宣布 坏消息坏消息 我们大象国美丽的公主 被喷火龙抓走了 国王下令我们去救公主 现在要立刻出发 胆小休特 忍不住 微微发抖 飞机载着士兵执行 救公主任务 他们计划 偷偷从空中 降落森林 不让喷火龙发现 但是 有些大象的长鼻子 和降落三千柱 只有休特 利落 轻巧的 顺利打开降落三飞行 休特终于平安顺利的降落 但是 他的同伴 不是卡在树上 就是跌落受伤 休特开心的想 还好我的鼻子短 没有核线卡在一起 短鼻子好像 不错呢 天啊 喷火龙出现了 赶快躲起来 休特立刻躲进草丛里 他很害怕被喷火龙发现 把他吃掉 不过 很不幸的 有些士兵同伴们 因为鼻子太长 被喷火龙发现 立刻突然抓走 休特庆幸的想 还好我的鼻子短 藏起来 没被发现 鼻子短也很不错呢 趁着 喷火龙没注意 休特和同伴们 快步往前奔跑 接着 出现了两个地洞 队长克里夫 立刻带着同伴们 进入洞室 只有休特在洞口徘徊 他仔细思考 闻一闻气味 他决定去香香的 那个地洞 地洞里 弯弯弯弯弯的 像迷宫般 有的士兵 卡住洞坛不得 有的日到喷火龙小孩 只有休特 靠着他厉害的短鼻子 可以闻到公主的香味 他扳开大石头 顺利找到公主 公主大叫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我 啊 糟糕 公主 被喷火龙抓住了 休特看到 喷火龙很害怕 但是 他冷静告诉自己 我可以的 我会勇敢救出公主 休特迅速的 拿出弓箭 激紧地趁着喷火龙靠近时 神足的一件又一件 射向喷火龙 喷火龙因为相似太重 一不小心 跌落在岩浆里消失了 公主开心地说 谢谢你救了我 你是大象国最勇敢的士兵 国王很开心 休特救出美丽的公主 也杀死喷火龙 他决定让大象国最勇敢的休特和公主结婚 休特觉得好开心 虽然休特从小因为短鼻子 以及个性胆小 一直被别人嘲笑 但他正向乐观的态度 接受自己不完美 学会勇敢坚持到底 真是值得学习啊